换的鞋子是不是 谢谢我们把我的粉丝牌 那左上角可以点点关注 把我们掉了的粉丝牌可以戴上一下 然后待会点赞上2000给大家来上福袋 好不好 真的是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然后像这款车辆的话 它在安全性方面的表现还是做得非常到位的 比如说给大家去有做到了 咱们整车的一个物理安全配置 它是带有到这个潜艇级别的一个材质的 它是比较防碰撞的 像有的时候你可能说会比较不同的车辆品牌 那有些车它在防撞测试当中就已经 就是可能大家看着就不怎么样 对吧 但是我们这款车型 它是吃巨子给大家去打造到了 整体的这种非常的坚固的这个车身包围 然后如果说我们不小心碰到这种事故 或者说发生意外的话 那也是能够为全车人去保驾护航的 能够让我们在使用的过程当中 有到更多的一些保障 还包括说我们其中所带有到了 这个像AEB紧急动刹车 还有我们这个车辆的车道保持 车辆偏离辅助预警等等这些 它都会给大家去提供到 然后您在乘用的过程当中的话 不管说是什么样的一个道路情况 咱们真的是尽在掌握的 对不对 如果说有感兴趣的话 可以到我们的展厅当中来进行一个试试试驾 对的 这个车适合钓鱼 钓鱼的话也行 咱们就是说鱼竿 鱼桶鱼饮料 是不是 往这个车后备箱一放 也是蛮不错的 也是蛮不错的 而且我们这台车后备箱 它下面是有隐藏空间的 我们可以把这个空间 做到一个风区的使用 因为像有些时候 你可能说有些都是常用的放在上面 然后像不常用的东西 我们可以把它放在这个52升的隐藏空间当中 去进行一个装用 对吧 这样子如果说 比如说车的抛锚啊 三脚牌可以拿出来 像遇到意外情况的话 那个灭活器也可以掏出来 对吧 就是放在这个下方隐藏空间当中 它是做到一个风区的一个储物的 然后下面 上面这边还带有到这个LED灯光的一个照明 像在地下车库啊 或者说夜间的时候 你要去取物的话 也是非常多便利的 这个是五座还是七座的 这款车是五座的 如果说你是要去增加它的布局的话 这款是有六座可选 我们这边没有七座的选择 没有七座选择 它是只有五座 或者是六座两种布局可以选择到的 那五六之间有什么区别呢 如果说你选的是六座的布局的话 那它会比五座的多两个零中立的座椅 就是它是有这个第二排的零中立座椅的 然后是三排的这样的一个空间的分布啊 跟五座的会有点不一样 就是你可以看一下我们是什么样的一个家庭需求嘛 如果说你是小人口之家啊 那我们就可以说买一个五座的车子 如果说准备追个二胎的 那跟父母一起对吧 两个父母再加上咱们两个宝宝啊 六座的话刚刚好的 而且呢六座的布局它是不管是你进入到第三排方便 还有包括就是我们乘坐在第三排的时候 它两个座位也是更加宽敞 更加舒适的 会比的那种七座座椅会更加的宽敞一些 对吧 这也是它的一个优势哈 我觉得呢也不是一定有必要说要去买个七座车的 因为我觉得七座车的利用率可能还不如这台六座的布局的 是不是啊 所以说你可以看一下自己的用车的需求在哪个位置 而且我们如果说是购买到六座布局版本的话 它也仅仅是比五座车多了两个W而已 只是多两个W而已 是吧 我们大壮你看你有没有想追个二胎的这种打算啊 毕竟我们现在已经开放三胎了 对吧 如果说是家庭人口数量比较多啊 以后要一起出去旅游啊 野营之类的话 那就可以买个六座的布局了 或者说你可以说咱们资计算啊 选择到M9也可以 因为像M9它在车辆的一个娱乐功能性上面 会比这台M7更加强大一些 它车里面是给大家去配置到那个激光荧幕的 在车里面可以直接打开去看投影 但是如果说是M7的话 你那个激光荧幕就是要自己再去进行一个加装啊 再去购买到了 这个是他们之间的一个一眼就能看到的区别 而且像M9的话呢 它在整体的一个氛围感上面 还有在那个副驾驶的娱乐屏啊 也是多了一块的 所以说有到更多的一个娱乐途径嘛 对吧 这个是跟MC有点区别 追不了一点 那怎么说呢 还是有很多家庭有这样的需求的 所以说我们六座车也有很多小伙伴去购买到 但是销量比较多的话是这个五座的版本啊 还是五座版本卖的比较多一些些 谢谢我们分享啊 我们昨晚早可以去点击这个福袋 然后可以去分享我们的直播间 然后参与到我们直播间的一个这个红包领取啊 可以领取到我们这个钻石的福袋 同时大家如果说是想要去看到我们的车辆的话 你可以顶个小风车啊 在我们这个直播间的右下角点击至四小风车 然后呢可以通过这边来完善到您的一个消息的填写 然后点击立即预约就可以了 在我们这边填写过小风车报名之后呢 我们会有那个销售顾问跟大家去预约安排到 然后你可以说到我们的这个展厅当中来看车来试驾一下 对不对 因为你车子如果说是没有试驾过的话 你对它是不是特别了解的啊 就光看看的话真能看不出 所以然来 然后在这款车辆如果说你要选择的话呢 我们是给大家二月份能够提供到一万两千块钱的内外选配基金啊 另外是选装基金的话呢 是五种外观颜色以及三种内饰颜色 你可以去随心选择的啊 不会给大家去设限啊什么的 你可以在这个选择过程当中去配一个你喜欢的外观和内饰颜色 然后根据你的要求呢 咱们去生产车辆 然后给大家去交付到 对不对 包括是我们这款车辆的颜色 你看我现在先给大家展示到这个啊 这个是我们刚刚到店的冰晶莹的M7 这个颜色也是非常时尚的 如果说你想要更加传统一些 更加低调一些的话 选择流金黑 或者说我们的那个深空灰啊都是蛮不错的 因为像大型车型大家可能说喜欢买深色的车这个颜色 但是像这个冰晶莹的话我觉得也是挺好看的 是不是啊 想想什么颜色可以直接选择到啊 我们现在除了一万两千块钱另外是选配基金之外 还包括给大家去送到了 呃后去帕拉斯版本有一万五千块钱另外是选配基金 待会进车内给大家看 如果说你买的是ADS那个买的是那个支架版的话 我们会给大家去送两万块钱ADS支架包的抵用金 这个也是我们另外一个版本给大家去提供到的福利啊 然后任何一个版本只要是在二月份来买车的 咱二月份依然还带有到那个 购车的一个三千块钱新充红包啊 这个也是我们给大家去提供到的福利还有缺限 对吧 因为你如果说等到三月份再来的话 三月份就没有了啊 三月份的话是没有额外的那个现金红包给大家的 所以说准备要买车的话扎紧时间啊 扎紧时间咱们赶紧冲一冲了对不对 红包你冲不冲那必须得冲啊 有任何感兴趣问题呢可以打公民上面啊 咱们上点关注下点赞小峰车里转一转 有任何感兴趣问题呢给大家可以去在公民上面回复出来啊 然后我们给大家到待会进车里面看一下吧 好不好想要看车量内饰的小伙伴们可以在公民上面扣个内啊 我们展厅当中除了这款MT之外的话 还有包括M5的展车一共是两台展车在店 再过几天会有M9的展车过来啊 就是我们现在的话呢 店里面马上就要集齐三款SUV车型了 你到时候可以说对比一下三款车型中型 还有中大型以及我们大型的三款之中 有什么样的一个差别对不对 可以去了解一下哈 谢谢我们老点赞 公民上面点点关注哈 是的 安逸大家 然后我们店的位置在哪里 我们店是在这个运河会的一楼哈 如果说刚好是在无锡本地的话 你可以到我们的展厅当中来看车来试驾对不对 然后这款车你可以看到是说它是有到标配的一个电尾名啊 标配的电尾门的就是如果说你是想要去呃 在日常使用过程当中去提升一个生活便利性的话 那我们给大家去做到这些功能的话都是标配 比如说像我们这个啊 比如说像我们这个车辆它的一个标配电尾门啊 然后像车辆当中的这个呃 座椅加热按摩还有通风之类的话 全部都给大家是有配置到的 不需要你再去额外的选择配置或者说加钱什么的 没有必要哈 咱直接是给大家全弹道了啊 啊 关注 那你点左下角就可以了呀 因为我平常的话呢是每天下午三点钟就开播了 大家可以说在我们的直播间点关注亮灯牌哈 然后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直播间的一个附带领取 来 小助理给我进车内吧来的正好 好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车辆的内饰哈 啊 这个你们谁啊 来来嘛啊 你这个害羞什么呢 快快快进车里面啊 赶紧的来看一下我们车辆的一个内饰哈 这款车的内饰颜色的话呢 给大家做到的是有三种啊 有三种 一个是我们的韶华性 然后还有包括这个极叶黑琥珀棕啊 都是我们给大家去提供到的这个内饰的一个选择啊 你可以看一下说哪个颜色你是比较的喜欢的对不对 啊 就是我们这个M7的话就是只有三种内饰可以选了 如果说你只看到M5的话 那么温季M5会给大家去提供到的是四种的内饰颜色可以选择到哈 它会有到不一样的啊 就对是有不一样的 你可以看一下说哎 你给大家喜欢哪一种对吧 反正现在给大家做的这个内饰的选择是不用另外去加价格的 我们给大家是标配 然后是一万两千块钱另外是神培基金去带到了 然后像这边的话呢 这台车子啊 我们展车是一个后驱帕拉斯的配置 也是我们卖的比较好的 哪几个配置卖的比较好 一个是我们这个后驱帕拉斯版本 然后还有包括支架版也是卖的非常好的 是不是 发起来可爱 就是跟我这个有点不太搭 就是跟我的行头有点不太搭 是吧 你怎么费事啊 好的 欢迎大家 谢谢我们把点赞哈 公民上面可以点关注哈 今天还是有点冷的 家人朋友们如果说是要来试诚试驾的话 你刚好 你干什么 你要你要关注吗 你要关注的话可以点击我们左上角啊 关注一下我们的直播间就可以了 你这个角度有点不好看 大哥 这个是什么直男审美啊 你怎么费事 就是你这个有点有点太那个傻了 好好好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台车子哈 我们把如果说是直播间呢 想要去看车的话 你可以先点这个小风车 哪怕给大家增加一个KPI 对不对 咱们点击这个4的小风车 然后去完善一个报名 然后点击立即预约就可以了 咱们在直播间呢 会给大家先看看车 然后如果说你是想要到店里面来的话 进店也是我会带大家去进行试试试驾的 然后你可以说看一看我们这台车辆 它的一个整体驾程体验感怎么样啊 对吧 包括说我们在这个 实用时啊 像这台增程混动版本 它跟燃油车和纯电车之间有什么样的一个驾驶差别 其实我觉得如果家里面是只有一台车子的话 你可以选择到我们这个 呃 就是就是增程混动版本啊 我觉得增程混动版的话是比较的实用的 因为它是可油可电的嘛 像你在平常 干什么 像你在平常使用的时候呢 如果说啊 我们在跑长途了 那你可以说在冲不了电的情况下 让我们这个汽车去加油啊 加了油之后呢 它是发动机会给我们这个电动机去补能的 所以说它是可以去继续行驶 继续驱动的 它的综合续长里程可以达到1000多公里 但如果说你是在城市当中去进行一个行驶 然后想要去节省用车成本的话 你可以去选择到它的一个纯电的模式 这边是可以选择纯电 就是强制纯电或者是纯电优先的模式的 这样的情况下的话是只有电 只有用电的 你就完全不会去消耗任何一丝油量了 这样的话呢 就是城市通灵当中啊 把它当做电车去开 是跟电车一模一样的 是不是啊 嗯 谢谢大家分享啊 我们的复带还有30秒钟的时间 大家可以去点击复带 然后分享直播间可以来领取到我们这个钻石复带了 然后在我们这个车辆当中 你如果说想看我们转车的哪个方面 也可以大家公平上面给大家去了解一下 像我们这台车的话呢 你看啊 这边是有10.25英寸的一角屏幕 还有这边是15.6英寸的中控屏幕 这两块屏呢 给大家去做到了 是有这样的一个分开的一个设计 那我们也是有打破传统 像传统的车辆车机的屏幕的话非常小 甚至说还有反光之类的 对吧 但是我们这个在使用的时候呢 就是萤幕了然非常清晰 而且操作起来非常的方便 因为我们给大家去带有到的是 咱们这个鸿蒙系统的一个车机 鸿蒙系统大家可能说也是非常熟悉了 之前用在手机啊 平板电脑上面的 全部都是非常成熟的技术 然后用在车机上面的话 就是给大家用起来的话 就跟你去操作手机啊 平板是一模一样的 对吧 而且它还带有到了我们的智慧语音唤醒 如果说你在行驶的时候呢 是没有办法去用这个手动操作的 你又可以去唤醒它了 通过我们喊你好小意这样的方式 它就会就会回答你了 然后它是可以去进行到的 制度五个指令的完成 或者说去识别你60秒钟 时常的语音都是没有问题的 这是它的一个功能性哈 我播 我就是昨天没有播而已 我只是昨天没有播而已 家人朋友们 你总得让我放放假吧 我不能说每天都在上班呀 是不是啊 而且我就是没有上班的日子 也没有闲着呀 对吧 我昨天开车又开了五六百公里吧 又开了五六百公里 真的家人朋友们 没有一天的日子是舒服的 我只能这么说 好 欢迎大家 没有点关注点点关注 而且你看我今天虽然说天气这么冷 对不对 我们都已经是 外温应该是三到五度的这样的气温了 我还穿 对不对 穿得这么的清凉 说明什么 说明咱还是非常的考虑粉丝朋友们的感受的 那大家可以在我们直播间公民上面点点赞 对不对 上点关注下点赞 小风车里转一转 点击右下角的这个四小风车 然后去完善消息 点击立即预约 就可以报名来进行到个咨询了 然后我们给大家再来 看看我们的这个音乐 必须说每次开播的时候给大家来点音乐整点活 是吧 你为什么今天总是在我旁边转啊 确实太清凉了 那我冷的话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也不太有吧 不太有 因为老板说我穿得太随意了 那能咋办呢 对不对 我们老板就是天啊 那这个老板说啥 咱们就得干啥 对不对 好的给大家来一首音乐啊 我们一边听华为送的音响 然后一边给大家去看一看我们这个车子啊 可以去了解一下 然后我们继续点赞 点赞下一波到5000赞吧 好不好 对于你们来说是有点点为难了 但是我们上到5000赞吧 给大家去上福袋 好不好 欢迎大家我们大壮今天上班还来看我 真的是太感动了 谢谢我们把我关注 最后还要点点关注啊 嗯 对 是不是看我穿得太美了 他说我看我穿得太冷了 因为我们店里面穿风你们是知道的 就是那边的门是关不上的 关不严的 所以说时不时的就 那个冷风就吹过来了 外面三到五度的气温啊 给我整的是拔凉拔凉的 好的欢迎大家 没有点关注点点关注 有任何感兴趣问题 可以打过咪上面 然后给大家会去回复到 是关于我们车辆的一些内容 然后如果说是想要去市城市驾的话 你也可以说到我们这边 给大家我来安排一下 对不对 我们现在进店来市城市驾 会给大家去送到 有那个鸿门知情的小熊 这个也是说只要你今天 来到我们的门店当中 作为粉丝 我们就能送给大家的 谢谢关注啊 谢谢大家的关注 谢谢我们把点赞 点赞上午先给你们上福袋 然后这台车型的话 我真的像我们很多小伙伴 作为老讽来讲 你看这台车子 真的是看得太熟了 是不是 就感觉我打开直播间 好像是把自己家车拉出来 给你们去讲一样 太熟悉了 然后它这边的话呢 这个仪表屏幕10.25英寸 它里面的话是带有到了 这个车辆的一些 胎压显示啊 剩余的电量流量之类的 包括是我们车辆开启的 一个这个状态 它都是可以一句实实的 看得到的 然后如果说有任何的问题 包括说像我们电池啊 零部件一些的问题 会只是显示在 这个仪表屏幕上面 方便大家去及时发现 及时去做到一个维修 或者是更换 对不对 它会有到这样的 一个警示作用的 然后做的是哪款车呀 这款车是我们的M7啊 宝贝 M7啊 你看我1米75的身高 对不对 我1米75 然后我坐在这个M7当中 这个座椅还没有调到低 就是你看我还可以往下调 如果说像很多小老板们 这个体格子比较壮的 或者说身高比较高的 那你坐在M7当中的话 真的是太宽敞太跋舍了 对不对 它是非常舒适的 一个超大空间 然后像我现在坐的 这个座椅的话 它也是给大家去做到了 室友 预约了谁联系啊 那你说你想谁联系吗 对不对 咱们顾客就是上帝 你说你想让谁跟你联系安排都可以 我们这边男销售女销售都有 都是有的 你先点个小风车呢 然后待会我下播之后 会跟大家去预约安排的 你看你哪天有时间吧 我给大家安排一个那个试驾的时间 我们店里面现在M5 M7 M9都能安排了 都可以安排 M9的话这两天再上牌 然后你预约完之后 基本上就可以给大家去试道车了 也是非常的方便的 我联系啊 那可以啊 那你点小风车嘛 是不是啊 有些人嘴上跟我说 要到时候我带你去试试试驾了 但是你没有点小风车的话 我下播之后就相当于是说 我们在这个互联网世界断联了 现实世界就看不到了 就找不到了 就没有办法了 对不对 所以说一定要记得先点小风车 先安排起来哈 M7落地什么价格 我们这台车价格都是这样子的 我们问界的话价格非常透明 它是只有一笔指导价格 加上你自己付的保险和上牌费用的 没有其他额外的费用 而且不限制说你要全款或者是分期 保险公司我们也不指定啊 就是随便你你都可以 那这台车的话 这个是像我们现在这台展车 是后市普拉斯版本 是24.98 249,800的指导价格 再加保险和上牌就可以落地了 差不多落地的话 26不到吧 26左右的价格吧 就可以了 欢迎我们龙宝来到直播间啊 龙宝昨天没有看直播 今天怎么来的这么晚 早上咋点点关注哈 有很多小伙伴们 这个灯牌掉到了 我都可以再唱一下 好不好 再把我们的灯牌点亮一下哈 现在M7有哪些政策福利呢 也跟大家说一说 因为我们这个月是新年月 是二月份 所以说呢 你来购买到我们的问界M7的 任何一款车型 都能给大家去送 任何一个配置 都能给大家去送那个 一万两千块钱 另外是选配基金 加上后期PLUS版本 有那个一万五千块钱的 科技书想包 还有支架版的话 给大家去提供到 是有两万块钱的 ADS支架包的抵用金 以及包括三千块钱的 新春红包 还有就是额外的 包括说我们这个支架版 如果说你现在二月份 订车的话 还能给大家去提供到 是有那个五千块钱的 保险基金 这些都是我们 基于二月份的权益 如果说你到三月份 再来的话 那三月份是没有 这样的权益 还有福利的 你是来不摸鱼的 怎么回事 欢迎我们大哥 来到直播间 等下再点点关注 亮上灯牌 好不好 我跟你说 穿这个衣服突然有一点 有一点